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绘本故事有呼应到永续发展目标SDGS-6洁净水与卫生 也就是跟水资源有关 那就让我们来听这个故事吧 从前在一片遥望无际的沙漠里 有个勒斯勒王国 勒斯勒的国王很爱洗澡 尤其是在清晨进行沐浴 呵呵呵 一大早起床在温热的水里泡一泡 真是一大享受啊 坐在特大号浴缸里的国王满足地说 这一天 国王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跳进浴缸里 只听见蹦的一声好大的声响 接连听到国王大叫 好痛啊 怎么只有一点洗澡水啊 当班的仆人吓坏了 发着斗说 冰冰冰冰冰报国王 天刚亮 我就把水准备好了 我也不知道 水水水为什么会不见 国王大叫 国王又气又急地命令将军 赶快找到偷水的贼 将军带着一匹手下 几乎将王国内的每一寸土地都翻遍了 就是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更糟糕的是 自从洗澡水被偷了以后 又陆陆续续发生了好几次 让将军十分头痛 国王又打喊 水被偷了 有一天晚上 明亮的月光下 国王的园丁一灯 提着两桶水 穿越皇宫的中庭 被两个侍卫发现了 侍卫暗中跟在一灯的后面 来到一扇木门前面 推开木门 门内的景象 让两个侍卫看傻了眼 赶紧报告将军 于是将军去问一灯 在沙漠里水是珍贵的 快说 你哪来那么多水可以浇花 将军大声地问着一灯 是 是 是国王的洗澡水 看着 春天来了 花园里的种子 迟迟得不到水的滋润 所以 我才去偷 国王的洗澡水 于是 一灯被捕了 关进的地牢 国王知道一灯的花园后 便常常在洗澡之后 独自一个人到花园赏花 太美了 我一辈子也没看过这么多 这么艳丽的花朵 国王的心情就像花儿一样甜美 但国王甜美的心情 并没有维持太久 诶 奇怪 花儿怎么越来越没有朝气呢 垂头丧气的花儿 让国王越来越不开心 于是 国王又命令将军 从地牢将一灯找来 国王 请你将每天用过的洗澡水 赐给我 一灯要求说 洗澡水 是的 国王 我们这儿不缺阳光 但必须有珍贵的水 花儿才能成长啊 既然如此 肥皂水对花儿应该不适用吧 那以后我就每天省下一半的清水 让你照顾花 一灯 一灯高兴 一灯高兴奇了 他又回到了花园 之后 皇宫有座漂亮的花园 就不再是个秘密咯 国王贴出公告 国王贴出公告 洗澡水花园 自今日起 开放人民参观 开园时间 是星期一 三 五 国王大方开放花园 让老百姓 也能欣赏到漂亮的花 西澡水花园 成了沙漠里 最热门的游玩地点 故事说到这边 小朋友 如果你是国王 你愿意分一半的水 来浇花 种植植物吗 在沙漠里 水是非常的珍贵 所以国王这么浪费 用了这么多的水 来洗澡 如果能够拿来种花 就可以有很漂亮的花园哦 那小朋友 你们平常怎么样省水呢 你可以试试 下次洗手的时候 水不要开这么大 开小小的 可以洗就好了 还有洗澡的时候 赶快洗一洗 不要洗很久很久 或是用淋浴的就好 不要泡澡 这样都是可以 节省水的好方法哦 好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